沒有人啊 我看連麥 等一下他們邀請 他們邀請嗎 等一下他們的邀請 等一下我帶大家打個招呼 好我是黃影子 掌聲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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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 下一位小夥伴講義義仔 Hello大家好我是保密哥講義 保密哥保密哥保密哥 來明宇 Hello大家好我是方明宇 嗨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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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嘴嚴哥小剛牙庄軟 大家好我是藍衣菲 Hello 你不給自己起床鞋啊 我在想我先臨時想一個 Hello大家好我叫趙瑞 然後在劇中飾演的是非人老官 非人老官 這個這個 你不是叫結婚俠嗎 結婚俠是什麽 老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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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咱們就進入第一個環節了 因為我們這個劇不是有很多時候在高中的時候嗎 那高中我們就是用QQ嘛 而且我們在劇裡都是用QQ來溝通嘛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在自己十八歲 或者自己高中初中的時候用過什麽非主流的QQ尼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哎媽 大家用過什麽非主流的我也在想 阿子你先說 所以那QQ名吧 我認為他不非主流 很文藝的 他叫梵高的向日葵 哇塞 哇塞哇塞 我都聽不懂這個名字 我就是 這個很易說 這個QQ網名很易說 哎那你有配那個房哥的畫嗎 當頭像 那沒有 我配的是 我配的是啥 我都忘了 我老改頭像 那種非主流的 一會兒是個人像 一會兒又是個太陽的 一會兒又是個啥的 那一仔你有什麽特別非主流的 我就是 我就是三點兒 要不然就是三分號 就是非常簡潔 對我就是三點兒 要不然就是三分號 你上那種 穿越火線的頭像 真的嗎 穿越火線 奧摩 那名語咧 名語有什麽特別 我真都記不清楚了 就是我不用QQ 不用的特別特別早 我上大學可能 就不怎麽用QQ了 就是估計 當時也是什麽那種符號吧 然後就是我記得好像有一段時間 就是起了一個 就是獨角獸的英語的意思 就是UNICO 就是之類的那種 也很非 很非很非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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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家族 那羽兒呢 你有什麽特別非主流的 我當時好像也是特別喜歡 用那種英文名來當QQ名 就是好像叫過什麽Sky 你怎麽學我 對 然後還叫過什麽Vegetable 就那會兒老師 那我們用什麽蔬菜 用什麽水果 給起個名 反正我記得我好像叫過Sky Sky Girl Sky Girl 我記得當時我就是特別 就是有什麽翅膀 就是那種名詞 就是那種很非的 當時我記得什麽歌火 然後我就用什麽 當時野心的翅膀什麽的 然後我就翅膀 然後配一個 就這種就是很非 火星文 小可爱型的 對 其實當時好像有那種 很多那種符號嘛 照臉的那種 基本就是用那種 當當頭像 那觀超你說一下 你有什麽 我那個可太黑主流了 我叫淺像莫黎 然後還配了各種符號 你知道嗎 就是艾特文號 冒號還有就是個 表示男生的那個符號 那你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存在 這個名字 那我們的 那QQ賬號 都很非主流啊 那因為我們劇不是播了嗎 然後好多網友 都給我們起了 各種各的外號嘛 那我們 下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想一想 如果我們自己 之後我們自己 劇中飾演的角色 起一個外號 大家會起什麽 然後大家也可以給 比如說我們其他 航天船的小夥伴 起一個 具有代表性的外號 大家想起什麽 可以想一想 這咱拍戲 都起過了 早上給大家起過了 好天天 太牛甲妹了 魚肉鐵錘 嗯 我是 我叫什麽的呢 什麽俠 那個 他是什麽俠 他是脖子俠 我跟他取名 脖子俠 對脖子俠 我是鋼牙俠 是吧 對然後此時甜豆妹 然後 然後 然後我說俠 我為什麽叫我俠俠 因為我劇裡 我總愛家 唉我說怎麽怎麽 唉我說就是 我說下 有一個我說 然後方明宇 是黑臉俠 他老是這麽俠 黑臉俠 我心情很好的 只是我沒有笑而已 太扯了 然後關超是那個 結婚俠 老結婚 一結婚結了個五集 到五集才結上 對 消失 所以 最近就是 嗯 你知道你 小子有個視頻 在網上特別的火 你知道是什麽嗎 就是 就是 藍杆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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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下這個視頻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不是死嗎 等一下 我們重來一下 我這個技術在不太熟練 大家見諒 這個 然後很多網友在網上就是進行了一部模仿 這部模仿講義的嗎 絕了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視頻欸 真的嗎 這很火的這個 沒有我看 你要看那個鬼畜的視頻 我看網友說 那個黃英子在抖 抖 踹了一整天了 算不算 那我想問一下黃英子 黃英子當時的那個心路歷程是 我的心路歷程 我當時的心路歷程 唯有一個就是 我的講義怎麽了 我要 我的講義 他可不要死啊 嗯 而且我看自己真的挺逗的 那拍了好多那個音樂是嗎 咚咚咚 沒事 繼續 我不知道那個音樂是什麽 那我們還有沒有想給其他的小朋友 起外號 因為最近其實好多人說我們 航天城的水比較硬 因為我們嘴都很硬 尤其是中央人的嘴也很硬 那中央人你有沒有什麽想取的一些外號 你說我給我自己啊 給小夥伴們 我特別不會取外號 這個東西影子擅長啊 影子來一個 那你要不要我剛才能取完一圈了 那就出我方講義 我方講義 但最近你們不是有一個那個做造型的那個 卷髮姐和背頭哥特別火嗎 哦 新的那個 那個也是網友給大家取的外號 捲什麼卷髮姐 背頭哥 因為你那個頭不是背著的嗎 然後那個小子是 其實我們我們是本來是做完了以後就找誰誰向誰 然後就提著那個迪克牛仔跟那個 哦對對對 啊對對對 但後來人家網友看完了以後是覺得咱們在模仿那個 Chloe跟丁也 哈哈哈 你不會想到 我們自己還在那想半天給自己給自己找那個說 你別藏了什麼飛行 然後結果人根本也沒看過 人以為說說我們是說我們是 就是做情敵的頭型讓情敵無路可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剛在現場說老有才了 你就是廢青 我迪克牛仔覺得可好玩的 結果哎嘿 結果起了一波 你們最近是 但是 但是影子小的時候那個造型就是絕對炸裂 就是在那個後流海就是非常炸裂 今天要播那個 今天要播那個了 那個 是嗎 今天要播那個 馬上來了馬上來了 我們提供了整整一天的歡樂 為這部戲付出了太多了 那個演員我真是真的非常厲害 那其實那個最近有一個CP叫黃豆醬 你們知道是 黃豆醬 黃豆醬 我準備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這個 那你們對你們的CP有什麼想對觀眾們說的嗎 取這個名字你們覺得你們還有一些 比如說網友也會給你們取一些其他的CP名 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咱俩還有啥CP名 咱不就一個黃豆醬嗎 黃豆醬 那你們喜歡這個CP嗎 喜歡呢 一般都不是四個字嗎 咱們是啥字的 就黃豆醬去啥字 那你還想整幾個 都來幾個 你快再想幾個 你北京人在取外號 你快再給我們取幾個外號 取不了 你在現場那靈感很多 那直播不行 直播 直播 不能不能說 那行 那我們就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呢 我們要大家一起玩個遊戲 叫Emoji猜劇情 然後呢 我會給大家幾個Emoji的小表情嘛 然後那個小表情都是跟我們劇情有關的 我們可以就施展一下自己的思路 但是不要劇透太多 就是剩下的讓觀眾來去追劇 然後呢 因為我們這個是那個大家一塊兒 就一起參嘛 所以就可能有輸贏 輸的呢 我們一會兒要有小懲罰 所以大家要注意看了 然後我會去表情 好 我們第一次我來 好 能看見嗎 嗯 從這兒開始 因為我這是反面的 從這兒 一二三四 誰猜呀 隨後人一畫 惩罰局 成這樣了 畫局看眼 什麼玩兒 不是 從這兒到這兒 就一二三四 這個是什麼 我感覺這個說出來好像是有像哪個地方的地方話一樣 不是 畫局 妖艷 妖艷 山毒 第一集 想想 就跟我們距離 喂 你們看我是不是回光返照了 你咋的 你怎麼 別亂說 你是特別像那個emoji那個大嘴蛙 他都給自己套了層濾鏡似的 我剛才翻了翻 評論一抬頭成這樣 我就明白怎麼 你是給自己看了一個膠片吧 復古膠片 不是吧 復古膠片 復古膠片 我等會 你們再邀請我一下行不行 我再進來一下 還舊房 你要不就這樣吧 但是不行 不行我經紀人不允許了 快等會你們趕緊邀請我 你得自己退 你自己退然後我邀請你 他退了吧 他已經卡住了應該是 你退吧 他在發光 我邀請他的時候你們可以來猜一下 其實剛才評論有很多網友已經猜對了 對猜出來了 是 我們的盛大劇目宇宙的鏡頭 這個是畫嗎 然後這個是橘子嗎 就是劇 然後這個是錶嗎 就是錶 然後這個眼睛就是畫 劇 表演 畫劇 對 我邀請好講義的 我等他上線 然後我們進行下一輪 那我們這局就停了好吧 我們就沒有人猜出來了 觀眾猜出來了 我邀請他了嗎 他進了嗎 他沒進 那我再邀請他一遍 我看一下啊 我再邀請他一下 我看著 我看著底下留言把我逗壞了 一直在說 楊子講得真棒 講得好棒 我一句話還沒說的 講得好棒 講得好棒 我們可以先看看 網友跟我們的留言都留下什麼 我看一下 就太快了 實在是太多 太快了 我出來看到子的名 基本上啥也看不見 想和楊子 那川楠姐 想和小楊姐 想和小楊姐 兜風 還有什麼 他進來了嗎 你再邀請他 我再邀請他一下 好 他請出去了 怎麼邀請邀請的 是因為我看了那個瘦臉 剛給調了 我也調了 我也調了一下 尖尖的 給你們看的東西 我回來咯 啥呀 聽於 這是 這是你的那個保文盃 哇 這個周邊 你們倆真不容易 你跟月橋 為啥你先拿出來 我這個是樣品 我這個是樣品 然後等到時候 會給大家 我已經回來開帶貨了 辛苦了辛苦了 你準備 要9塊9 那我們剛才 你知道剛才 我們那個答案是什麼嗎 畫劇表演 這個是畫 然後這個是橘子 就是劇 這個是表 這個是眼 就是畫劇表演 那我們上一輪 大家就是平橘了 沒有輸贏 我們下一題 這個應該很好猜 也是從這兒開始 鯨魚 鯨魚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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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 那講義 誰先猜出來的 我先猜出來的 講義 講義先猜出來 講義記一分 要幫忙幫忙 好 下一個 七里香 那那個觀察等一分 七里香 這個七 七里香 七里香嗎 不能變 因為這個是李嘛 然後這個是箱子 叫七里香 好 觀察幾一分 下一個應該是我覺得 應該是我的問題 芭蕾舞 芭蕾舞 你自己說完了沒 我真怕輸 我太害怕輸 我也是 剛剛看到 這很簡單 那今天是不是我 然後 庄遠 然後小子 還有 我們鯨魚 我們四個輸了呀 那輸了他們給我們一個懲罰 就是我們 你們可以猜一下這什麼懲罰 我贏了呀 我們是說芭蕾舞了嗎 芭蕾舞 那現在就是我還有 影子 還有 中遠輸了 你們猜一下 我們的懲罰是什麼 是跟非主流有關的 哦 不會是 要做一個表情吧 不是 不是 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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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說 早說呀 我們得就是 播完之後呢 我們在微博 曬一張我們的非主流照片 但其實 曬那個 後劉卡爾那個 還有 那我贏了我也想參加 行嗎 可以 我把你機會讓給你 明雲 不 我還是讓給你吧 我知道你想展示 行 那我們來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呢 就是考驗我們航天城的默契 然後呢 我現在要說出幾個 嗯 怎麼說呢 說出幾個 問題 然後呢我們同意來回答 我們三人一塊回答 然後看一下大家說的是不是一個人 好 來 主意聽 嗯 爆料一下片場 最有默契和最沒有默契的搭檔 最有默契的搭檔是誰 一起說名字 那會不會很亂呢 對 對對對 說吧 那我們一個個說吧 那影子先說吧 這樣一個一個說就會不會很沒有默契 哈哈哈哈 這個造化到底是 我們F6都沒有默契 那我們最有默契的大家覺得是哪個CP 指呢 不行還指不了倆人啊 那咱們這張是對的嗎 我我我的下面是 我旁邊 我旁邊講義 那不對啊 我旁邊是營子 你一直反了呀 反了 我這邊是阿子 我這是營子 不對不對 不對不對 咱們一個一個說吧 或者是大家一塊說吧 或者大家一起發言 誰想說誰就說 我懂這一發 不是要的就是 想整點CP相嘛 對吧 我先說 啊謝謝 就是說我覺得 當然了 我跟我最好的一個搭檔就是一仔咯 哈哈 哈哈 那你覺得就是你們的默契展現在什麼方面 默契展在我們兩個那個讓話不落地 讓話不落地 每天都很歡樂 對 就是 同意 但有一場戲我覺得你倆沒默契 你記不記得 就是你們演那個話劇之前 你們倆 他倆要有一個對台詞 一起說那個就是 你倆人說不到一起去在那邊 對對對想起來了想起來了 還有人爆料 那最不默契的就是方明宇跟莊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其他的時候就是都很有默契 就那那場戲的時候兩個人就對對不到對不到那個統一的口徑 然後都笑場了在旁邊 我記得特別 後來我倆都說虛了 因為看對方眼神 我看他說那字我就怕我沒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倆就是最有也最沒有 都是你們兩個人 你真會說話 嗯 那你覺得那你跟月兒你們兩個有默契嗎 搭檔的話 你覺得你 我倆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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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跟 透透霍霍吧 反正就比較舒服 透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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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寧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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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因为我们好多人叫他观臭子 然后那场说 观臭是我送你的礼物 然后就我拍摄 我说观臭 然后我们送人 特别搞笑 完了观臭 想说好不容易抓了个头发 走点偶像派 这名一出来就偶像派了 但有一说 这个美颜真的很夸张 就是一整个 但是你俩 就是我又要爆料了 你俩不是就是还 就是没有特别特别拍 特别多的时候 就拍了那个感情戏 对 再还有感情戏吗 就是有那个吻戏吗 对 第一场的时候拍了吻戏 然后我当时就是 觉得都蛮尴尬的 然后我们俩都吻戏 对 我俩可尴尬 就是我们俩第一天拍 然后第一场吻戏 我俩人好像刚加微信 然后结果那天拍的时候 因为就是要定位置 然后我们俩就是 亲完之后要站在原地 然后站在原地之后 我俩就是反对视 就特别尴尬 就我看左边再看右边 大家就不看了 就这样走了 特别尴尬 特别尴尬 行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 谁在片场 愿意一掌歌喉 谁在片场愿意唱歌 黄晓晓 黄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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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跳舞 影子也唱 黄晓 你俩不都唱跳吗 又唱又跳 我觉得 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唱 那个乌梅子匠 对 对对对对 不是 你记得咱们那个说唱街楼吗 就是说唱 那个说唱街楼 那个 咱们也不玩一下玩吗 不不不 玩一下 这个玩不了 这个玩不了 再不上 等的时候就很不聊 非常的酷 没有人觉得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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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就完全压不到一起去 生压 对 是因为我们经常在片场 愿意玩这个小游戏 那我们这个 rap就不接了 那我们下个问题 谁在 最爱族里 最爱船局 看诚诚 对呀 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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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我 我比较喜欢 招呼大家 想让大家都能够 这个 开心 好 那第四 不能说 不能说每天吧 两天一次是有的 差不多 而且有一天 不是咱们收工之后吗 赵瑞就回去 就洗澡了 范城镇 偏要给赵瑞 打视频 对 我傻了 我刚洗完澡 这怎么这么多电话 夺命连环抠 对 好 那第四个问题 谁的哭戏最多 我觉得每个人哭起来 都挺 银子 我觉得 银子是游戏的 特别多 每个人都哭到 每个人都多 但是我为每个人又哭了 除了我哭我自己那份 我每个人我又哭了一份 double哭 对 但有一天我觉得 子是很能哭 有一天 我跟他拍有一场戏 诶 是不是今天晚上会播啊 那场 是哪个呀 就是 就拉手那场 啊 牵手那场 今天不 拉手都哭了 就是就 没有 他那场戏本来是 他 他哭 我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说那个 拍我的时候 你就别哭了 诶 结果拍我的时候 我一回头 子又是一把鼻涕一把脸 那太牛了 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剧本太好了 演到那个 之后受不了了 觉得就是 就真的入戏了 入戏了 入戏了 嗷嗷的哭那天 嗯 那好 那第五个问题 其实也跟就是角色 你们觉得剧中 最让人心疼的角色是谁 就是可以随便说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或者觉得 你 你 你飞一飞 你飞 对 但是因为网上有很多版本嘛 然后本人在这儿 好像也不太能再剧透 那我们来就是 嗯 因为我们F6各有各的困境嘛 有的时候是在 嗯 我们上学的时候 也有在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想要 大家聊一下 就比如说自己饰演的角色 呃 遭遇了哪些事情 就哪件事 是你觉得最心疼的 大家 那黄一子还是你先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嗯 嗯 就是黄一子 它是个阳光异性嘛 就看很多人在 对 这种人过得也蛮 蛮 累 想把快乐留给大家 但其实自己的时候呢 它才是获得能量的时候 但我觉得它 黄一子最让我觉得 或者说我很同情它 想心疼它就是 它好像就像大家说 它永远留在了18岁 它希望那个18岁的那些环境 那些人永远都在 可是现实生活中就是 大家早已经到了30岁 然后有了各自的生活 都没有再想说回到那个时候了 而只有它一直在想那时候的小朋友 然后那个时候的日子 所以它会过得很累 所以我就很同情它 很想抱抱它嘛 因为我觉得 看完 我会觉得很有感触 就是确实我18岁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想法 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的朋友 但我如今到了30岁 就是会跟小的时候想的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并且努力清醒地活下去 可是银子就是 它一直在那个时候 把小伙伴们团聚在一起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敬佩它的一点 心疼又敬佩了 嗯 嗯 这处有应该有 好 那下一个意诈 你来分享一下 你觉得蒋毅你最心疼 它哪一件事情 会觉得你让你心里 会特别有感触的 嗯 就是感觉呢 还是 其实蒋毅 最心疼 还是原生家庭的这个事情 就留守儿童嘛 父母长期也不在 自己身边 就是一直都是 自己孤独的成长 但是还会有这个 银子的和大家的陪伴 嗯 对 就这点比较 是 好多 那 明宇 你来分享一下吧 嗯 我觉得我比较心疼的是明宇吧 他其实成年之后 就是他跟 航天城的小伙伴们 渐行渐远之后 他一个人在职场中的那种 有点单打独斗的感觉 其实 明宇那种单打独斗和他那种 其实故作我是OK的 但是其实你看下班了 大家都走了 就别人去吃饭 但是大家不会主动去叫他 虽然大家不是说真的职场霸凌他 或者孤立他 但就是有一种那种不言而喻的疏远 我觉得那个时候明宇还是挺让人心疼的 他就是只能自己做自己的那个铠甲和保护吧 对 然后因为他的小伙伴们 现在也都不怎么联络了 他自己又有点 像一个小刺猬似的 有点逃避这些东西 那所以可能那个时候 我还是挺心疼他的 嗯 好 那下一位 庄远 嗯 我比较心疼庄远的 就是庄远其实 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好孩子 他永远是别人口 就是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其实他自己 我觉得他生活的是挺压抑的 就永远是活在父母对他的这个幻想和安排当中 就他到三十岁之后 三十岁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 也没有是为自己而活 永远是在为别人而活的 所以他在三十岁的时候迎来了一次 人生中的叛逆吧 迟来的叛逆 就是在这也希望就是在看我们剧的朋友 能够提早的认清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能够为自己而活 永远不要为别人而活下去 嗯 那我来说一下蓝一飞 我觉得首先 他的原生家庭嘛 然后已经播完了是爸爸妈妈都走了嘛 就是 对 然后他现在其实只有外婆和就是航天城的小伙伴 其实我觉得印象特别是那场戏 是就前两天播的 我和华英子有场戏 我妈妈走了之后嘛 然后那个我就问华英子 我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然后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离开我 对 这个这句话就是挺戳我的 我是觉得就是其实一飞平时是一个 算是比较懂事的小孩吧 但是可能发生了一些事他都不理解 包括刚才我在想就是 在剧里我最喜欢的一场戏 其实就是我爸爸走了 然后我在雨里跪着 然后所有人 航天城其他五个小伙伴过来 拿着不一样的伞 然后导演不是在高空中拍的吗 其实在高空中拍就是像 其他几个小伙伴像花一样 把我保护得特别好 对 这个是我觉得 我很心疼蓝一飞和特别感谢 航天城六人组的 对 心里的感受 那呢一飞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你在上网上看到 这是你爸妈的组合 这是啥意思 我不是在群里 这么忽然 但是 我说了 什么的 好像是 这个梗我也没懂 我也搜到好多 但是没这个梗 直播不能说吧 这不是 不能说 后面那两句 这啥意思 好 那好 那我们 下一个问题 这也不让说 那也不让说 你去群里见 你去群里看 他回你了 我回你了 我回你了 这不 我真的没懂这个 我看看啊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多 好像就是那个 谐音梗或者什么的吧 这群里不都发了吗 发了 好 那我就是我 F就是 你偏要说 自己不能说 自己还偏要说 一会就 好那冠昌 你来说一下 你觉得 你最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原生家庭吧 因为其实咱俩挺像的 因为我也是原生家庭 比较破碎 我的爸爸 他是许久打架 从小对我就家暴那种 然后我妈呢是跑了 然后 从祖家庭了 然后我 莫莫其妙多了一个弟弟 然后就是 对我的爱就分走了嘛 然后就 我属于很尴尬的一个地步 就是我特别渴望母爱 然后 但我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了 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再去 去寻求就是这份母爱 然后其次是 我觉得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我是容易挨打呀 或者说比较 就是破碎的状态 但是碰见了大家 留人组 然后碰到了一飞 然后就会变得像个小太阳一样 然后但是 我觉得这段感情 或者这段 这段回忆 就是在走向好的时候呢 就是 没好多久吧 反正就是希望 嗯 就这个东西就让我 就是扎心的吧 就是嗯 嗯 走心了 走心了 啊 走心了 走心了 马上哭马上哭 看我的眼睛 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 我们剧播出以后嘛 其实网上很多网友 都在猜测 我们的剧情走向嘛 那其实 呃 今天在这里 浅浅的给大家 呃 嗯 剧透一下 剧透一点点 后面的 后面的走向 嗯 子 你觉得 你想给大家 就比如说 就是 透一点点 剧透一点点 就是 后面 还是一个最后 很欢 还是一个欢乐的结局 我认为是很闷暖的 对 嗯 我看说是我们 变成了悬疑篇 我觉得 也 哈哈哈 那或者你可以 就比如说 呃 说一下 剧透一点点 比如说黄英子 跟蒋毅 最后怎么 嗯 我这个 我觉得 大家看嘛 看我最后是跟蒋毅 或者是丁毅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看 因为我现在 也不能就跟大家说 我 我就是选了蒋毅 哦 必须现在有什么 但是 看到两个 对谁 对 谁对我更好了 那你们到时候看 那在时候 大家就看看 我是跟Chloe在一起 还是跟 八子在一起 好开哦 看到 那成 你有什么 想 跟大家 透过一点吗 其实 这后面 还有一个 隐藏的 非常大的秘密 然后这个秘密呢 跟黄英子有关 然后是 而且跟他的 记忆有关 我觉得 大家可以继续 往后看 嗯 这个 透得很 抓人了 那好 那 你早忙了 你突然 你好突然 突然变成了 颠簸 是怎么回事 颠簸 好 那庄园 有什么 要跟大家说的吗 嗯 就感觉 最近反正 大家还挺关心 我跟明宇的 这个感情 到最后 能不能 就是heed 就是 大家反正 也往后看吧 嗯 就是 四处 不能说太多 省略一下 反正还要 反正往后 我肯定是成为了 这个 影子和 呃 讲义play的一环了 嗯 啊 哈哈 OK 我是他俩play的一环 嗯 好的 那 明宇呢 嗯 我觉得嘛 我们这个后面 还有一个 很厉害的走向 就是我们 你记不记得 这个动作 就是都 就还有这种 就是 对对 就是跟游戏有关 我觉得也挺有 也挺有趣的 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对 我们就是都会变成 对对 不算了 我还是不模仿 懂了懂了 好 跟游戏有关 嗯 关超 你有什么 想到 的吗 我觉得 就我觉得 大家这个结局 我也在网上 刷到好多版 就是很多那种 说什么车祸了呀 又怎么怎么着的呀 其实 我只能告诉大家 就是每一集 你就想象不到 会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大家就 观看就好了 好的 最好看的不是这一集 永远是下一集 是吗 下一集 对 有 那 到我发言了嘛 但下一个问题 其实是 因为 关于 成年的蓝一飞 到底去哪了 其实网上有很多猜测嘛 包括 网友就说 啊 他到底去什么 其实像刚才 关超说的 网上很多 版本说什么 我出车祸了 然后什么 失去了双腿 就是非常的惨 出车祸了 失去了双腿 这是 什么 我觉得网友 今天都挺活 应兴兴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 蓝一飞这个人 这个鬼片啊 咱们 咱们六个人都没有 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对 我每个人都客观 全是一场 这个太悬疑了 太悬疑了 平行时空 我还看到说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说那个酷帮我们 放到了悬疑剧场 是吗 好像 因为他 是真的呀 给我们出来了 又酷 你又顽皮了 酷 但是但是但是 但是我跟大家爆个料吧 就是大家虽然说了很多方向 但是 呃 就是大家有很多人 就是撒谎了 但是有一句话是 有句话是假话吧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做个笔记 画画重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好 大家继续 你说了个什么 我怎么没听懂 好 我说 我说刚刚大家说的话 有句话是假话 然后大家到时候画个重点 嗯 对 谁说的假话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 谁说假话 我不知道谁说假话 说来自去哪了 有真有假 然后那剩下的就要 网友去猜 谁说的是真的 谁说的是假的 这个又提上一个高度了 又悬疑了啊 有什么也都行 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网友 就是脑洞大开嘛 讲了很多吧 199i 就各种 比如说黄英子 说是阳光抑郁症嘛 就是各种事情 然后呢 那现在我也想请F6 大胆的畅想一下 如果你这个编剧 你会怎么写199i 你会希望它是一个 什么样类型的剧 或者是它的剧情 小伙伴们往 什么样的类型去发展 大家想一下 我自己 我个人 我还是希望它是个温暖向的 可以治愈大家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 大家在看前几节的会 都在问为什么 为什么 有的人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一仔的表情那么冷漠 不明白为什么名字不理我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之所以这么演 因为到后面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了 就是每次会跟大家解开很多东西 我们就很像剥洋葱 慢慢的剥 然后大家会看到那个味道 就很像一个小刀 在慢慢的滑 就是温柔的滑滑滑 最后来一个大爆发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前几集是在一个铺垫的过程中 大家慢慢的看 而且说实话 我作为观众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完全不是说 想说我是演的 我就是观众来看 我会觉得它很温暖 然后每一集 触动我的那种点都很小 并不是那种剧情的 特别大的那种 而是温暖向的那种 一下子戳到我 我每一集都会哭好多次 我为了我们的友情哭泣 亲情哭泣 也为了爱情哭泣 所以我会觉得 它还是一个温暖向制的东西 就是青春 我们的青春去哪里了 我们到30岁要不要找回 就是那种感觉是很 还是很触动我的 我个人是很喜欢 现在走向我也很喜欢 那应在 你会希望《要求觉爱》的走向 如果你是一个编剧 你会希望它 你会怎么写《要求觉爱》这部剧 他每次都说的太好了 一说完就让我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 那你要不要 我怎么怎么怎么 那我就是 那我如果就是 那他都说这么好 那我就天马行空一点 那我就弄一个 我说编剧 我就搞一个那种 时光机倒过去 然后给大家的那个童年的缺失 都圆满进去 这个好 这个好 就是观众可能没点 看的可能有点没意思 你这一集结束了哥 那行 那庄眼呢 你会希望他的走向是什么 要不我就顺着那条线写个悬疑篇 写一个悬疑本出来 就发现大家最后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这太狗血了 之后呢 兄妹之后呢 你会怎么写 兄妹之后 大家就开始 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到底是谁 我一说 没准成 你这没准成 我是做时光机回来 你是爸吗 第一部 你续上了是吧 行 好 那那个名语 你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拍成一个那个歌舞片 应该也很有意思 就是咱们在上着上着课 突然六人组卡起来 就开始又唱又跳 你知道吗 就像拉烂里面 然后就是各种 我觉得应该也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这个部剧本身 真的就是有点温暖 有点治愈 然后能给人带来小小的快乐 或者是小小的伤感 就拍一个歌舞 歌舞青春 知道吧 就是我们那种 歌舞青春 发展 名语 适合去印度发展 你也很适合 我会带着你一起去的 我给你去 你的鬼步很经典哦 鬼步 我走咯 我真的走咯 那个网友是看到是吧 那是多少集的来着 不完了 那个前一集就出来了 前一集就出来了 好 我想插个个小问题 我刚才看有一个网友说 说今天 程儿是话有点少 你是在 就是 是进入一载的角色了吗 大家网友说你了吗 不是 我也不能确实话 一载来了 跟邪妹一笑 我也不能 你也要办考吗 你不能 快点 你大胆开麦 现在都是你的时间 准备 他们正值了朋友 他们正值了朋友的意思 说今天一载的话特别少 是想持续一下就是一载的高冷吧 就是讲义的高冷吧 我想保密 因为你是保密哥是吗 你现在走向 保密哥就得保密 等下一个就是 关超 你会觉得 他怎么写的 就觉得 我其实 把他写成就是 这个有个后续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咱们这个 拍完之后会有一个 就是类似那种 咱们一块出去玩 那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们私下 是会蛮开心的 然后分野特别好 然后包括很多 其实很多咱们 在剧里播的很多点子呀 都是咱们其实 包括诚哥和姿姐 他们献挂的 然后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特别棒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特别想记录一下 这些分间吧 我的话其实跟光沙蛮相 其实我蛮想去 就是写成那种 比如说大家在一个农场里 然后比如说 就是每天猪猪地 然后妹妹小羊 就是这种 就是我觉得就很温暖 就是很慢生活的一部剧 如果我要写的话 因为现在其实每集的情节 都非常的 此起彼此 对 然后可能观众就是 有点信息接受不了了 因为其实 之前说蓝一飞 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然后结果有一天 我又给黄一子回信了 然后好多人私信 我说 我什么你怎么又回信了 我以为你死了 你又活了 就这种 所以我就觉得 他说 几次文章嘛 就每天 然后倒了 然后又起来了 所以我想 就如果我要是编剧的话 我会想写一个 慢生活的剧吧 就是大家在 在一个 比如说农场或者庄园 庄园 庄园里面 然后就是那种比较温馨的 嗯 是的 本来我记得 原来剧本就写 最后庄园 开了个庄园 真的 让我去 不是 好像现在也是啊 种地去了 现在好像也是 你从一个博士 变种地的了 就是变了 就是 你不要小看种地 就是现在也科技 我的意思是 你这个反差 就你没想你去 最后去种地的了 没去 但是我是去搞科技农业去了 嗯 你得把科技农业说出来 你这个剧透也挺剧透啊 你这个剧透 挺透的 挺透的 被透出来了 这个话 好 哎呀 怎么 咋了 哦 那你这算是 说的有点多 哎呀 但这是 没关系 这假话 你说假话了 说假话了 留学念 留学念 这咋都能不知道 那我快点 下一个话题啊 下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热度 如果破万的话 我们就是 可以在这里的flag 如果要是 我们热度破万 大家就是会给 呃 呃 观众们什么样的 呃 惊喜 或者是给观众 什么样的 福利 你知道 诚那天特斗 开播那天 他在群里问说 呃 如果破两万 会怎样 然后导演说 没有破两万 哈哈 从来没有 破两万 这回事 对对对对 是 我那些 我 主要是 我不太懂 这个 这个 不是 他是破两万 还说的是 破亿啊 哈哈 两万 两万 嗯 这是破两万 笑 是 主要是 对 我主要是我还问阿子 我说 这这是怎么 对我就一直问他 我说这是算怎么样怎么样 那大家 来吧 立flag吧 阿子 我看看你们都是要立什么 立什么 哦 我如果破万的话 我就 我看你玩多狠 我就发出我自拍吧 好了 哈哈 这 这不行 我代表 这个 不行 这个 你自拍 这个是18公格 发出我那种 非主流的 类似于那种自拍 好吧 咱们可以看一下网友 就是我们比如说 说自己的flag 然后看网友同不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 我们就可以过 就下以为怎么样 下面都说不行 不行 不行 下面都说女团舞 下面好像是有点 说了八字还可以 有说 不同意 女团舞 不行 不行 可以 女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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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么小时一桩 小时一桩 你知道吧 阿子 上次那不是你的问题 上次那 上次那个 决定是拍的 那人没拍好 其实你跳的没问题 绝对是 这次你 这次你重新证明一下 你自己好吗 这样吧 破两万的时候 我跳女团舞 我塞 就是不想跳 直说呗 这种正不自信吗 万一破两万了呢 行 那那那行 那一万就是 拍两万就是女团舞 是吧 对 没问题 好 那下一位 我看我 我看我底件事情 对看一下 观众们如果想让我们 比如说 给大家什么样的福利 可以 扣 扣在屏幕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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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基赵 负基赵 我看 破两万发负基赵 两人跳舞 破两万发负基赵 破一万 看看还有什么 破一万 破一万干嘛 观众朋友们想让我 科姆三 天哪 你科姆三 不要科姆三 你老子 刷科姆三 还有什么 安子你快帮我挑一个 但不要科姆三 不要女团舞 不要 你抱人家 重演晕倒 他们评论有说 重演晕倒 重演晕倒 可以吗 可以重演晕倒 然后两万就发负基赵 可以 好 破 破 牛 好 那下一位 曼姿 还有人让我说 跳楼看看 志强 这样发扫楼 没扫 没打对字 是吧 一万就跳楼 我这个我就随大六吧 什么恨呢 就是 对 唱个歌啥的就行了 是不是 什么 一万唱个歌 他们 他们好多人说 说不行 不是 太简单 太简单了 他们听下了 没有我工作人员的旁边 太简单了 他们超过 我不知道 那容我再想想 反正我就整个 唱个歌吧 唱个歌吧 那 你来说你 如果破万了 你有什么 我也没想好 我也 我也从 大家也从 网友这帮我挑挑吧 那大家 网友 多发一些 就是 想让我们 有什么福利呗 其实 倒立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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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这行 这个都行啊 这行 真是有求必应啊 庄园 可以 我要是破万了 那我就 倒立唱 唱子的 飞到小时候 行吗 我是这样 看倒立打唱啊 那 那 曼姿呢 姿呢 你想 有什么 福利 唱歌 我这看有人 上面说 要我发vlog 或者我要不就 发vlog 要不就唱歌 都行 你骗人 从来没人说vlog 我发现了 可以 那你 看吧 你是一万发vlog 还是两万发vlog 你这vlog 还发不发得出来了 两不两万 就发不出来了 我那十秒 我也算vlog 我会的 我记录一下 记录一下我的生活 发个vlog 可以可以 好 发个vlog 行 我没发过 就是之前 那里面 确实没发过 那 我看 那我要不就 剪大家 他们好多人说 呱呱舞 那我如果要是 大家 拒破vlog 我就呱呱舞吧 呱呱舞就是 什么那个 呱呱 是那个吧 什么 专门那个哈 专门那个哈 呱 呱呱 八八五吧 八五吧 对 这个 行 那下一个 关超 你 你 你 刚才我看了有人说穿女装 穿女装 谁穿女装 你 真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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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万 两万成装 两万两万 好吧 一万干嘛呢 一万 那我 那我画个画吧 因为我今天去美术的 我画个咱们的合照 F6 这个 你不会已经画好了吧 没有 真没画好 真没画好 你不会是让外面人给你画 画完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 flag了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马上要结束了嘛 我们现在呢 想请大家分别说一下 分别可以对观众说一下 我们对 想对观众说的话 可以是自己本人 然后也可以是 距离 那我们就距离吧 就比如说我们距离的角色 F6 想对观众说什么 对 以角色的口吻 对观众说 然后把要99i 按了给屏幕前的网友们 那就从黄英子开始 好的 我希望我们六个小伙伴 可以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六个小伙伴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我们的 要99i 我们一定会一击一击 更好看哟 好 咋是去卡了 鬼畜了 说完就得什么 好 那就也是希望 大家都能继续关注 这个199i 然后每天晚上六点 在优酷更新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 多支持 然后多支持我们六个小伙伴 然后后面会越来越好看的 加油 好 就重复我一句话要狭意 模仿动 就一模子也行啊 好 明雨 那就是 就是希望各位都市丽人们 可以做真正的美美的都市丽人 然后下了班 躺在家里 吃着西瓜 然后舒舒服服的追我们的要99i 张远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的开心 就是永远的能够像我们18岁的时候一样的开心 然后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活得更有意义 然后大家关注我们要99i 这是来自小猫啊 这是微灯 对 这个是小猫 对 这叫什么品种的猫来的 绵营猫 它好长的 这么大 你这也可以 你这个 可以 这小朋友也可以 好 那蓝一飞的话 我想 观众安丽就是 好门啊 他好乖啊 他好无辜的 好吧 我希望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要求就爱 然后呢 可以在我们的剧中找到对自己青春的回忆 对 然后呢 也希望现实中的每个小伙伴家庭都可以幸福 都可以圆满 对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不要不忘初心和自己的小伙伴 然后游泳远远 OK 好 结束 对 然后我们过几天呢 也会有一些惊喜给到大家 对 下一位 观昌 来说一下 快点 已经6点了 然后我现在马上就两句话 就是快乐的话 就看1999爱 不快的话 更要看1999爱 每天6点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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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 对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马上去追我们的剧 因为我们6点已经开播了 对 对 快去看 快去看 请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1999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朋友们 阿子 你放饭 你吃什么呀 我减肥 我不吃 你呢 猪脚饭 哈哈 猪脚饭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好 行吧 拜拜 拜拜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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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天见 啊 朋友们 拜拜 棒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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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